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一周刊和蘋果日報的報導 警務處助理處長陶暉和當警察老婆 在過去六年間 將西貢迫水新村61號A的牌照屋 包裝成民宿出租 並且以實名在Facebook多過西貢和清水灣的群組當中 發表貼文招租 到底那些貼文是怎樣寫的呢? 擺明是他本人 Rupert Tover 全港德里一個是你 而且你的描述也是那間屋 Single Store Detached House in Chokok Road 即是單層獨立屋 在觸角那書 尺寸多大?1100平方尺 2Bedrooms 1On Suite 1Multifunction Mate Room 即是一間多功能房 或者給工人用的 2間是睡房 其中一間是套房 Open Kitchen 即是開放式廚房 Outdoor Area 有戶外的地方 One Parking Space Include 還有泊車位 出租期最短還可以去到三天兩夜 由陶輝親自出馬來招租 叫價是多少錢呢? 原來每個月叫兩萬三千元 如果真的成功出租的話 如果他Full Booking這樣計算 一年就差不多28皮落袋了 認真和味 只不過他兩人的舉動 不單是涉嫌違反這個牌照屋的條款 更加可能涉及無牌經營旅館 那民政事務總署在收到查詢之後 他們怎樣回覆呢? 他們就說 證實這間迫水新村的61A號屋 的確是沒有領導這個旅館牌照 牌照署就會作出跟進 如果有足夠的證據 證明相關的處所是涉及無牌經營旅館的話 就會採取檢控行動 根據這個旅館業條例的規定 經營或者管理無牌旅館都是屬於刑事罪行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被判處罰款20萬元 並且監禁兩年 到底陶輝本人又怎樣回應呢? 那麼多記者在他門口 現在陶輝就說 地政總署和民政事務總署 已經展開了全面的調查 然後他就不斷地來重複拉布 說同一句話 就登車離開了 這個其實也是百慈莫辯 有一點點 首先你就是用這個實名 Rubertover在Facebook裡 去照租 沒理由說別人沒有你的名字 難道幾年前已經裝定你彈工嗎? 對吧? 沒可能的 所以希望相關部門可以積極跟進 不要像區議員所說 有些居民在五六年前已經向地政總署作出投訴 不過一直就好像不了了之 秒無音訊一樣 經常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 經常說警察是忠誠勇毅 要嚴正執法 現在就是時候讓你去表演 沒理由只是針對連儂牆 說不被人貼 又說違反地政違反什麼 找人去撕 現在這個屠輝 他涉嫌這麼多東西 那你是不是要查一查他? 這些已經無關政治取態事了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就有四名西貢區議員 拉大隊 走到屠輝大宅外面 進行實地視察和搜集證據 這四位分別是范國威、余俊玲、呂文光和秦海誠 根據當區區議員余俊玲所說 就說在2014年的時候 已經有市民向地政總署和廉政公署投訴 但拖拉至今已經六年 仍然未獲處理 到底你們這些傢伙是否包庇這隻屠輝呢? 到底你是否特別優待他呢? 真是說不明白 六年這麼久了 實際上這隻屠輝明明是在老家那裡搞不好 才有在九七之前 千里少朝走到香港那裡當差 當差也不要緊 你又要博表現 要博扎職 在去年的六一二 正正就是屠輝所帶領的速龍小隊 向著示威者開槍 到了今年二月的時候 就有回報了 升任助理警務處長 這些人浪費了 所以在去年的新城市廣場當中 這個人被他自己的下屬噴中的胡椒 為何這麼多人心良 這麼多人拍掌 就是這樣解釋 這四位區議員 在進行實地視察 和搜集證據之後 就說會在下星期一 到北角的地政總署 正式作出投訴 而星期二西貢區議會開會 就會進行跟進 亦都不排除 會向廉政公署 就住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作出投訴 希望他們這些投訴 是會有效的 但是這個法治社會 你說市民有幾大信心 大家自己心知肚明 另外又要說回今天這件事 這個所謂的天馬行動 原來很多警察 就信以為真 有真憑實據 在這個微博上 有一個著名的警察 有二十六萬七千個粉絲 就叫做好得意得意好 那些名字真噁心 骨都射進去 這個好得意得意好的警察 怎麼說呢 他就說 在昨天說 今天就要好好休息一會 為五一和暴徒大戰時刻準備 雖然沒有機會當兵 但也算盡自己微博的力量 和報效國家 看看愛國愛港的市民和我們 即是那些香港警察 不要對香港失望 香港也只能是中國 然後就貼了自己的自拍照 原來這些傢伙 根本就是看藍煤、紅煤之後 以為真是五月一日會有什麼大事發生 竟然做好心理準備 好了 今天就有一名市民 他被警察截查 在街上的樹 他說了一個見證 我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 這個市民是當記者的 就說在街上採訪工作的時候 就被十名防暴警察截查 手身又手袋 期間有一名警員 就檢查每一件的物件 逐件拿出來檢查一下 後來就找到一個小小的鐵盒仔 這個警員有點猶疑 把鐵盒交給另一名警員 指令他打開 我相信那就是他的下屬 這個小小子拿著鐵盒之後 就把每一隻手指 按住在鐵盒邊 然後一切準備就緒 停一停 竟然微微吸了一口氣 一鼓作氣就打開那個盒 發現鐵盒裡面 只有三條香煙 和一個小型打火機 他就頓時鬆了一口氣 看一看煙 插一插打火機 接著就關上盒子 喂 你們這些傢伙是不是有點忽忽 看完那些藍媒、紅媒 就信以為真 接著一群藍絲 就講足一個星期 互相在群組轉來轉去 然後又Youtube 又Facebook 又WhatsApp 洗腦洗得以為是真的 喂 竟然拿了這個爛鬼鐵盒 你以為他什麼 你以為他只是炸弱 那些人真是 告訴你 這些傢伙 雖然為什麼 去年11月 又可以解釋得到 他們會認為 這個區議會選舉當中 建制派會大勝 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會出來灌票給建制派 就是他們自己的回音谷的效應造成 因為他們在Facebook群組當中 在WhatsApp當中 不斷地互相鼓勵 互相打氣 不斷地互相洗腦 使得自己也相信 因為自欺欺人 最高的境界是什麼 你要騙人之前 首先要騙自己 就說這個沉默的大多數是存在的 會灌票給建制派的 大多數的市民是堅定支持香港警察的 他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即是去年11月之前 好了 現在這件事其實就是翻版 根本上 整班人永遠不去做Fact Check 更加看新聞不是為了求真 他們所選擇的媒體或網媒 往往會選擇他們對的東西 他們不是要聽一些真實的消息 而是要聽一些對他們的消息 他們就會把這些對他們的消息 當作是社會的真實面 這就相當危險了 為何會令他們的判斷不斷出錯呢 就是因為他們經常聽一些正是對聽的東西 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 為何經常這麼暗 為何經常去不回光明那邊呢 就是偏聽了 就是經常聽自己對聽的東西 就當作是真 喂 這樣搞誰搞得定的 你怎樣管治香港啊 這班人是 麻煩你出去看看市民的聲音 今天根本上每個都是去光顧黃店 沒有人去搞什麼特別的事情 然後這班警察 由於他們已經信以為真 已經在各個區域報防 所以就要到處截查記者 截查那些小孩 你沒事找事做 因為根本上你們已經相信有這件事出現 所以這些某程度上 就是自我實現預言 你看看那些警察在新城市廣場那裡 有什麼好衝進去呢 難得這四天的長假期市民出來消費 市民出來飲食 關你屁事嗎 商場裡當然有人聚集 你都愚蠢的 經常說斥責市民攬炒 斥責反對派攬炒 當時誰才是攬炒呢 別人去消費 又不喜歡 真金白銀 你以為不用錢嗎 去吃飯去買東西 都愚蠢的 所以整班人做的事 在邏輯上都是自我矛盾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